我們現在收看的是大中華新聞 我請小文 印度有一套很古早的 這個阿裕廢陀自然療法 可以提醒到人體身心健康 六港修團熱活紓壓中心 就特別邀請來自印度的阿裕廢陀醫生來台灣 進行國內中生醫跟學界交流 來探討這個古印度雍生地匪的荷苗 現在頭過兒子頭我們做回來了解 放鬆心情 沈沈好吸 以後人員坐在熱活紓壓中心 就由瑜伽的動作感換去 找到身體的平衡點 吸團熱活紓壓中心 全天邀請印度阿裕廢陀醫學中心的醫師 來到六港 再來中生醫跟學界交流 就要套過簡單的瑜伽 精油 涼齡 食療 油炒在目 不但可以調整心情 甚至可以整化身體 每次都能夠長生放鬆的功效 船熱活中心呢 我們從2008年呢 就開始引進這個印度醫學和瑜伽方面的一些養生方式 那在這幾年呢 我們也陸續去了印度 做印度醫學阿裕廢陀醫院的參訪 那在這一次活動呢 我們邀請到在阿裕廢陀醫療 這個權威的醫師 Dr. Gigi和Versanti Pillai老師 來到我們中心 來教我們做一些印度的養生方式 那為什麼我們要引進這樣的養生方式呢 因為其實印度醫學阿裕廢陀呢 他是一個從生到死的一個科學 那他不只是在做疾病的治療 那其實他在緊密的預防健康的促進上面 有更多的知識 透過一系列的養生休閒交流 包括涼嶺、瑜伽、冥想、丁瓦東 為了貫徹這個阿裕廢陀療法當中 所強調的祖年因此疾患 中兵修團熱活受阿中心 也特別設計後健康的養生菜單 讓醫界、學界、入界和相交流 替代替回傳統印度養生法的功效 也來提升以後醫學的信息 高雄華新聞,林菊英六甲,蔡宏博德